在日本,当食欲不振时 人们倾向于选择一些清淡而容易消化的食物来帮助恢复胃口 以下是一些日本食品中常被推荐的食物 温泉蛋 温泉蛋是将鸡蛋以低温慢煮制蛋黄稍微凝固的一种烹饪方式 它的口感柔软 易于消化,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营养 温泉粥 温泉粥是一种用米饭和高汤煮制的稀饭 通常加入一些细切的蔬菜和少量的鱼或肉 它柔软易嚼,容易吸收 适合消化系统较弱的人食用 煮蔬菜 煮熟的蔬菜是一种清淡的食物选择 日本常用的蔬菜包括白萝卜、胡萝卜、南瓜、菠菜等 可以用清汤或淡盐水煮熟,保持其营养成分 清汤 清汤是一种低盐的汤 通常使用淡味的高汤煮制 它不仅可以补充水分 还可以为身体提供一些营养和热量 柔软的豆腐 豆腐是日本常见的健康食品 它柔软易消化 富含植物蛋白和营养物质 你可以选择嫩豆腐或丝状豆腐 搭配一些清盐或淡味的酱料食用 清淡的海鲜 选择清淡的海鲜 如雪鱼、鲁鱼、鲑鱼等 以易于消化的方式烹饪 如蒸或煮 海鲜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 是营养丰富的选择 此外 喝温水或温茶 有助于促进消化和恢复食欲 如果食欲不振 持续或伴有其他身体不适 请及时咨询医生 进行进一步评估和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